德格拉赛今年的状态真的太差 不信的话 请看下去 前日 钻石联赛巴黎战正常举行 作为男子项目正式的钻石项目 200米比赛的关注度自然比非钻石项目的百米 要高尚不少 并且还有着德格拉赛 奥干多的选手参赛 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无数人期待着德格拉赛跑出一次好成绩 因为自从今年开赛以来 德格拉赛的状态似乎不那么好 百米没能破10 两百米没能破20 这种成绩绝对不是一个世界级的选手表现出来的 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显得差强人意了 亚当斯这场比赛确实是跑得不错 而且巴黎的外道一直以来都是奇迹赛道 一出外道亚当斯就展现出强大的后撑能力 以19秒82的成绩低位撞泻 并且成功打破个人PB 而大家所关注的德格拉赛依然没能跑进前三 虽然后程能力有所提升 但是前半段的加速 属实是有些不够看了 最终只能以20秒38的成绩第四位冲泻 看到这 可能又会有不少的朋友说 这只是小赛而已 不必那么拼 并且德格拉赛最后时刻还放了放 只是在装 迷糊对手而已 但是今天距离尤金式锦赛 也只有25天的时间了 就算是装也该拿出点成绩来了 除了前些日子极小逆风百米 跑出了个10秒05的成绩 200米就更不用说了 连20秒都没跑进 拿什么和一众年轻人竞争 何况拉尔斯今年已经连续跑进19秒70两次了 就目前德格拉赛的状态来看 可以说是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就是这么直白 就算是手握式锦赛入场卷 按照目前的状态来看 最多也只能到半决赛 连决赛都进不去 大赛百分百或排率自然就不用说了 当然了 这只是小赛的个人看法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也请各位自行判断 只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奇迹能够发生在德格拉赛身上吧 不然一年前的奥运会冠军 一年后连决赛都进不去 确实有些搞笑了